女星红鲜在24日上传了一家三口,在上海迪士尼游玩的照片,谁料这几日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 说,舆论直接针对红鲜的老公张丹丰以及张丹丰的经纪人B小姐展开了攻击,这让红鲜始料为习,但红鲜的心情也没受到多大影响。 在今日还有善良女儿,显然心情不错,红鲜帅女儿在7月24日的晒照中,红鲜和张丹丰抱着孩子亲密合影,而旁边有几位友人也在一起。 但是热心的粉丝和网友却从第一张照片中,秀除了不同寻常的气息,他们发现最右边的B小姐,张丹丰经纪人的脚步站位,明显向着张丹丰靠拢,和左边的红鲜相比。 这两个人显然更像夫妻,更让人疑惑的是,貌似B小姐和张丹丰带的貌似是一款情侣手表,领想到当初王宝常和马荣,还有其经纪人宋哲的那张在机场中的经电合影。 粉丝们纷纷担心红鲜遇到了一个女宋哲,帮监舆论面对质疑,经纪人B小姐在昨日晚上在社交平台上罕见发声,说手表的问题是情侣表,是因为市场关的游戏,不能大尖锐物品。 新姐红鲜也要录,我就帮风哥拿着拿着的是红鲜的表,因为表很贵重,所以我家助理也是带手上的,不会刮花,不会丢,节目组预算有限,我就没带助理过去,意思就是因为当时参加的是一个节目,而节目组预算有限,所以经纪人B小姐没有带助理过去,因此她就帮红鲜拿着表,但是带在了手腕上。 经纪人员回应同时,在终于红鲜看到房间评论,铺天盖地的也吓了一跳,她也站出来解释说,看到大家的评论给我吓了一跳,但是也让我看,原来大家的这么厚爱和关心我,非常谢谢大家的提醒,请放心我老公跟他经纪人真没什么,这说明红鲜事实上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。 但是红鲜自己坚定认为经纪人和张丹峰什么事,事情到了这里吃瓜群众也就应该散场了,毕竟人家当事人都觉得没有问题。 红鲜辉影,但是粉丹们依然不依不饶,在评论下面声称,不喜欢这个经纪人,动不动就对你老公比心。 还把520,天群发自拍,实际上也就是粉丝感觉经纪人B小姐,与张丹峰走得太近,希望她保持距离而已。 粉丝们纷纷挖出两个人动不动就一起出现在机场,机场超没事,一家三口拍个照片的时候还懂待着她,和赵张丹峰的今年还为经纪人过了生日,还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。 过生日粉丹们纷纷却说红鲜长点心,说这个经纪人哪些没那么安笨,男女有别,男的放心,女的就不一定了,要相信网友的洞察力。 最终,粉丹们给纷纷的建议就是化掉这个经纪人,话语中纷纷就是劝纷纷长点心。 网友在纷纷微博评论事实上,也许该经纪人很无关,而纷纷和张丹峰也很无奈。 但是,目前于乐圈让经纪人这三个字而弄的本丝们丰生合力的,该因网保抢经纪人送折的问题的仿大效益所致,本吗? 你认为究竟是网友粉丝们,多心独辞一举草木皆兵,还是防卫杜鉴呢? Ba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